我来吧 不用了不用了 我看您挺做的 我来吧 没事 我先上去了 这还一件呢 我来 那麻烦您 跟他一块上去吧 我在这儿给您看着车 好嘞 慢点啊 谢谢 没事 谢谢啊 不信 再见 再见 妈 我来拿 小强 吃饭了 妈 咱们家买的电脑 是最好的 外行了吧 这电脑啊 没有最好的 和你需要就是最好 明白了吧 明白了 你干吗老教育我呀 你们俩别玩了 快生个孩子吧 生个孩子多好啊 您别着急啊 要生也得生个双胞胎 是吧 四胞胎 妈 您快动筷子吧 我都饿了 快吃吧 吃啊 小孩都哭声 妈 你想抱孩子 都想出毛病了 哪有什么孩子 是有事 哪啊 这肯定是那个司机的箱子 你快打开看看吧 别动啊 别动啊 人家丢了东西 会长回来的 我闻你味儿了 小孩的尿不味儿 打开吧 快打开吧 打呀 叫什么呀 我叫了吗 我 我还要再吃饭啊 这 有事儿的 你不要 我会这样 我会这样 你才会这样 我会这样 你自己才会这样 你自己才会这样 我会这样 有吗 妈 水来了 小雪啊 去 拿半片退烧药来 看看这信上写的什么 妈 去 去 去上 妈 药来了 水有点烫啊 你瞧这孩子有多水灵 老天爷啊 知道我想孙子都想疯了 这是对我的恩典 咱们养着吧 当亲骨肉养活着 这算怎么回事啊 你不养 我养 小雨 去 买点奶粉来 别动 我接 我接 喂 奶妹 小雨 你电话 喂 行 一会儿见啊 走了吗 这是有什么老子 有什么儿子 妈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 你把信给我看看 这是没人的事啊 增强 这是咱们的孩子 给孩子起个名吧 你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绝对没关系啊 这是有人想陷害我 陷害你 他怎么不陷害小雨啊 开嘴硬 妈 您不相信您的儿子啊 就是窃我撒胆我也不敢啊 我现在都快成废物了 行了 事情已经出来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赶快拿主意 怎么跟小雨说清楚 嗯 哎 您好 哎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嗯 有婴儿 婴儿吃的奶粉吗 孩子几岁呢 嗯 嗯 我不知道 几个月呢 嗯 真的 嗯 嗯 您能看这行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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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挂了 不是 是那边挂的 你怕我听见 妈 我跟那小孩没关系啊 你不是要报案吗 我可告诉你啊 一传出去 人言可畏 这个门你就别想出去了 人能把你说死 孩子为什么给你送来 不给别人送去 他跟你什么关系 你能说清楚吗 可我怎么跟汪语解释啊 这谁和谁啊这是 老家 让我打个电话 哎 哎 干什么 有病 你这让人家打呗 别急 我想站着 哎 哎 老是那男的接着 会不会是那个女的 一气之下 离家出走了 没准 亏你抢得出这招 太坏了 这不成全你了吗 反正咱也想把孩子 送出去 可也得找个好人家送啊 瞧那男的那样 整个一废啊 废物 废物只能把孩子养得特好 哎 这事是你们老板 让你这么干的 这是老板暗示 你懂不懂 人家有学问的人 不把话说那么明白 咱呀 得懂事 你这不是找事吗你 弄不好啊 再进局子 哼 那真有什么事啊 弄得越大越好 这样老板啊 就能保着咱 哎 我现在啊 真挺担心咱们那孩子 担心什么 那孩子是不是我的 还是另外一回事呢 哎 你这人怎这样啊 哎 哎 干嘛干嘛 哎 哎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 你还说不说了 哎 你这我这 你打打打打打打打 你打 不管怎么着 这个小生命没错 哎 哎 小雨啊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你怀疑人上瘾是怎么着 下怀疑什么呀 那信上说过那是我的孩子吗 那 那你看看这信 这可不是事实啊 别给我看我不看 那 这信上写着 这孩子是我的 简单的说就这 你要说这孩子跟你没关系啊 我发誓啊 我发誓啊 发什么誓啊 发誓桌子孩子是你的 哎 小雨啊 咱俩都生活十年了 你还不相信我呀 我做不出那种事啊 我已经都报警了 公安局一会就来 别急啊 妈说等等看哪 什么都是你妈 你妈你妈你是吃胆的孩子呀 你妈 你妈要死了怎么办 哎 小强啊 你过来一下 有什么事你自己担着 你是男人 记住了 听见了没有 小强啊 别急啊 哎 来了 妈 妈 怎么了 我看这孩子病得不轻啊 赶紧弄个车送孩子上个院去 这要是真出了事 还真麻烦了呢 出了事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的轻巧 这是个小生命 赶紧弄车去 别了 公安局一会就来 谁让你报告公安局的啊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放啊 咱们以后怎么出这个门啊 是吗 妈 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 要你靠走着吗 不管怎么着 这孩子病得看小强 赶紧叫车去 好吧 好吧 小雨 谁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看在咱们一块生活了十年的份上 大把手 往后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喂 您是 我是 我是汪雨 你是那位 大姐 我就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啊 我听出来了 你在哪呢 你别这样啊 咱们有什么事可以解决啊 大姐 我知道您是好人 可 可您丈夫他 他欺骗了我呀 你说具体点行吗 一年前 曾强他坐我的车 我们俩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我们俩经常在车上 他对我海誓山盟的 还说 他是个离了婚的人 是个自由人 我就轻信了他 我从乡下来的 无依无靠的 大姐 如果这回不是我老妈病逝了 我绝对不会把我们的孩子 送到你家里去 大姐 求求您了 您帮我带带孩子吧 我们母子两个 永远都会记住您的 求求您了大姐 求求您了 行 我答应你 你是世上的活福子 我和孩子永远都不会 别说了 大姐 我要去火车站了 孩子就放你那儿 让我闺大物 哇 好 可爱 快被我想问了 好吧 这孩子要是 真的是我的 这事不有点不对了 有什么对不对的 咱连房子都没有 怎么养活这孩子 把孩子放在人家那 还算是享福了呢 爱谁谁吧 等咱们到海南去挣了钱以后 再把孩子偷回来 你亲手养着 怎么样 喂 喂 连哥 我大驴啊 我帮你办件事 别废话 这是工作 明天你马上到海南去 带着你的小妞 谢了啊 好 我得马上出去一趟 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那这个家我做主了 当然 我改变主意了 不走了 情况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 车号记住了吗 没有 就是黄颜色的面低 对 黄颜色的 面低 怎么这时候才报案呢 都半天了 犹豫什么呢 不是觉得人家丢了东西 得回来找吗 你是增强吧 我是 我看你是听老实的人 得罪谁了吧 谁没事把一个小男孩抱你家去 不会吧 没有啊 我没有 真的没有 再不就是看你这人好 沾上你了 我没喝别的女人有过 你现在有过没有过不好说 我们还要调查核实 关于这个案子的情况吧 孩子 你们暂时待养 我们凭什么待养啊 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传你 你必须马上跟我们联系 把电话 BB机 全留下 签个字吧 我没有BB机 单位电话 我们还得通知你们单位 一块帮着破案呢 我告诉你啊 对你刚才所讲的话 你要负责任 假如对你刚才所说的 需要有什么更正的话 赶快说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哎 要抽那爷们 要老车还没给钱呢 哎 你玩这人要的车 哎 不理我了 躲了 哎 哎 算我倒霉 咱们就这人